一样帮我开启这个范例档151 截取瓜糊中字串这一题 那其实这一题的问题 基本上呢就是跟 之前的范例有点类似 那主要第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A栏跟B栏 那B栏的部分 其实请各位把B栏里面的 这个原来有的资料先删掉好了 那其实主要 这个问题的需求是 请你把瓜糊中的字串 各位可以看到 瓜糊中的字串 放到什么呢 放到这个我们储存格B栏里面 那如果假设呢 像A2储存格里面没有瓜糊 那就保持空白又OK 就是没有那就没有 有就把资料放过来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呢不是叫你要土法链钢 因为如果这个比数 假设这个九个资料 大概很简单 总共瓜糊才几个而已 你可以这样手动 就是土法链钢来做 但是如果今天这个资料 是超过千超过万 甚至超过十万百万的话 那当然呢 你就不可能 再用土法链钢的方法来做 所以待会后面的话 我们基本上会练习 也是要三个部分的练习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后面 所以你待会可以产生三个工作表 第一个工作表就是函数 也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先练习如何用函数 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 这边 不是 把这个函数复制一下 那复制的话 就拖拉加Ctrl键 这个的话把它改成锯齐 因为前面我们有练习过锯齐 OK 然后再来的话 第三个就是VBA 也就是说我们后面练习 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三个重点分别完成 也就是说第一个 你要思考 用哪一个 哪些函数 组成公式呢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呢 把它变成锯齐 因为如果这件事情 你每天都要做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 产生一个 基本上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是 让它自动做完 第二个按钮就是清除 那第三个VBA就是 我不用录制的 我是用自己写的 那这个自己写的话 就上个礼拜讲的 如果你假设对上礼拜的内容 有点遗漏 遗忘的话 那你可以回头再看一下 那VBA基本上 我们会需要用到几个重点 包括就是说 这里面的话呢 我要输出到哪个储存格的话 那当然我会用一个 一个物件 指的是哪个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的话 应该还记得吧 很重要的就是Sales 有没有 Sales的话呢 指的就是 所有的储存格 那里面的话哪一个储存 第二栏 第二列 先列 再栏 那栏的话呢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你就在这边 跟他讲说 我要把什么公式 或者什么资料 放在这边的话 那你可以写 后面的话等号 你可以给一个什么资料 当然如果你给公式的话 那当然就是前后加一个双号 把公式填到这边就OK 那未来当然 假如说这个列号 比如说第二列到第十列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思考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这个列号会改变的话 那你就是要再结合一个叫 4回圈的东西 回圈的话基本上非常好用 因为他将来如果你要处理重复性的这个工作的话 那你就是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产生一个变数 那变数的范围就2到10 所以你for i等于2到10 把这个 这个i再放到哪里呢 放到2里面去 那其实它就会帮你错 这个范围的资料变动 OK 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 撰写VBA的部分 其实说在哪 程式真的不多 但是一个字都不能写错 所以最麻烦的地方在这里 而且我发现现在职场上 对于这方面要求 那还越来越高了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 你要进入到职场的话 可能还是先要把它准备 因为第一个 可能你面试的时候 如果你要进某些大公司的话 其实他都一定要求 像我 大概下个月吧 因为有一家公司 就因为那个乌克兰 因为我们捐很多钱给乌克兰 然后看新闻好像 有报道说 我们也捐了很多物资给乌克兰 但是要怎么样很快的可以送到乌克兰去 有没有 你会发现有一家 有一家运送公司的名字出现了 那家公司叫什么 DHL 有没有 知道这家运送公司吗 不知道吗 那这家公司的话 最近在就是洽谈就是说 他们也要上这个课程 所以有邀请我到他们公司去帮他们收这个课 那内容的话 其实跟各位讲 其实就是你们现在学的东西 也就是现在企业 很需要这方面技能 也就是说 他们的员工如果不会这些东西 说真的也是一样效率不张 那当然你说像那种物流业 它就叫效率 然后可能慢慢来 一定要越快越好 那当然处理资料也是一样 也就是你处理资料越快 相对你 那个中间的流程 delay的时间越短 那相对的 你的时效率越快速 所以很多工作 你说现在哪个工作 不要求效率高 那没有吧 没有说 慢慢来没关系 应该很少吧 每个企业其实之间都在竞争 那竞争的话 其实是要求的效率 第一个是要求效率 第二个就是说 减少人力 减少人力就是说 不要大量用人工去处理这些事 那不要用大量人工处理这些事的话 那相对的 你需要写程式完成 也就是你程式写完之后 按个按钮就好了 所以其实公司 其实不完全一定要 全部的人都会写程式 但是呢 至少会有一个 一个team吧 我们现在蛮多公司 它慢慢成立一个新的团队 新的部门 或者新的team 它就是做什么 它就是协助其他员工 可能比较不会写成老一辈的 自身员工 那帮他们做这些事情 那也有这方面职缺 因为最近 也有学生 之前教过的学生也跟我讲 甚至之前有个学生 他跟我分享说 他的薪资 原本 没有不会这项技能 跟会这项技能 他说 他说他的薪资 跟以往差了一倍 也就是大 他很高兴跟我讲说 老师你知道 我现在薪水已经跟以前差了一倍 我说 那还蛮开心的 但是呢 他说其实 工作内容 其实变多了 不过我看着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其实他就笑着讲 因为他觉得说 他其实做得还蛮开心的 所以即便累 假如说你做得很有成就感 当然你会觉得说 你会做这些工作 然后又有相对应回报 你会觉得 其实做得好像还蛮OK的 但如果说相反的 时间又长 钱又少 当然你会觉得说 我喝苦来灾 这么辛苦 所以那你要怎么样能够 在这个短时间内 提高自己的价值 然后能够让自己的 可能薪资提高 不过这个可能还是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企业里面要怎么样 因为企业毕竟是盈利事业 它毕竟不是非盈利组织 所以他还是处处都会要求员工的效率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那请各位待会先打开这个范例 那思考一下 刚刚讲的这三个问题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是要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分别做出来 那首先的话函数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思考 这个应该前面有用过的函数 那今天的话大概会用到三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我要找到什么呢 因为主轴应该是哪一个 主轴应该是那个MID函数 MID的话各位可以应该有印象 这个函数非常非常的重要 MID函数需要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哪个资料 第二个是从第几个字 那我应该是第三阶关 应该是第四个 一二三 第四 OK 那这个第四个字的话呢 基本上 它的位置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 它应该是在瓜五的后面 瓜五的是第三 那我第四 第四个开始 那要几个字 一二三四五 当然你现在看着填OK 可是未来你按缺点 第三阶关 可是问题 我现在不可能说 每一个都填一个公式进去 而是希望先做一个之后向下填满 它就全部OK 所以这边可能会需要 把什么数字产生 这个四 那这个四怎么来 所以你要想办法 那想到的方法 最简单的就是 寻找函数 寻找前瓜五 有没有 的位置 那它会跟你讲说三 那把三怎么样 加一不就好了 那Lumper Changes是几个字 几个字的话可以怎么样 把后瓜五的位置 可能算过来 应该是第九 那这个应该是第三 所以把九减掉三 好像多一 变六 这样多一个字 那所以再把它减一 九减掉三 现在减一的话 那实际上就得到什么 刚好就五个字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 把这个公式取得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